港鐵華,東鐵線沿途多處有人向路軌範圍訂站物 火炭至羅湖和洛馬州站暫停服務 港鐵華,東鐵線沙田站和大圍站之間的路軌 發現有單車和木梯 另外,粉嶺站附近有人從高處向路軌範圍訂東西 一列南行和一列北行線的坐客列車擋風玻璃受損 為了審診起見,車務控制中心安排列車翻廠檢查 車上的乘客需要轉坐下一班的車 港鐵華,東鐵線服務會受到延誤 火炭至羅湖或洛馬州站暫停服務 紅磡來回火炭每5分鐘一班 港鐵正在安排免費接駁巴士行走受影響的路段 呼籲乘客預留充裕的時間踏車